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是什么样一些心情 你又会怎么看待 为什么是我从小就一路要背着这个债呢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一位 你非常熟悉他 你也很喜欢听他的歌 但你可能不太清楚 他的过往为什么会是这个样 来 欢迎现场台语小天后 吴淑敏 欢迎你 大家好 小吴哥好 针对今天 背在人生太沉重的议题 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来宾 除了艺人吴淑敏 还有医药记者梁慧文 心理分析专家邱文仁 以及律师刘伟霆 今天看到淑敏很开心 因为一开始算双起灵门吗 是 对不对 OK 那包括婚讯 然后包括喜婚领儿 对 谢谢 OK 那这些喜悦的心情 请问一下 淑敏 跟以前那个过往之间 包括我们讲说 要去帮家里面还债所有这些 现在的心情感觉起来怎么样 就是落差蛮大的 其实我没有想过 我现在会走到这个阶段 不会结婚 OK 可是家里的影响 就是父母的婚姻 然后导致我觉得 其实在婚姻里面是很 很没有安全感的 那到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孩 跟婚姻 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心情转折 确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OK 对 其实是因为那时候 应该是还没有碰到Mr.Rai 大概都是这样 对 你只要碰到那个时候 可是说实话 包括原生家庭的事情 真的影响很大 对 因为原生家庭 就是你人出生 一开始所接触到的那个环境 你非常可能以为 这个就是人生的真相 但是其实不是 就是怕我结婚以后 以前爸爸妈妈发生的 那个事情 都会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苏米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心里面 阴影一直都在 都在 而且觉得 可能结婚就是会离婚 所以就会觉得 那干嘛结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吗 对 麻烦 到时候还要请小五哥 帮我们出一些事情 说到不要说 五哥还帮得上这个忙 OK 谢谢 当然是在讲说 以前你答应的 不是说你真的要帮忙 OK 大家认识苏米应该都是从 对 应该都是从武登奖开始 对 那个时候 你参加武登奖 一开始参加的 那时候几岁 国小五年级 他比赛那个 我有非常深的印象 那时候好红哦 超厉害 是啊 是 苏米你那时候 是一开始就参加武登奖吗 还是你其实已经参加过很多 地区上的一些的比赛 对 我在参加武登奖之前 就在地方新 因为我是高雄人嘛 就参加地方新 比如说庙举办的歌唱比赛 还有房地产 那时候开始有房地产的歌唱比赛 我都会去参加 那个时候刚开始比赛没有小朋友 是大人跟小孩一起比赛 都唱到总决赛 然后呢 跟大人一起比的时候 因为 有点尴尬嘛 就是变成我就会 刚开始会拿 最佳人员奖啊 最佳造型奖啊 总不能我拿第一名啊 这样大人很累 大人怎么办 对啊很尴尬啊 都比到第三次这样子 然后慢慢的呢 就开始有分组 然后就有儿童组 青少年组啊 长青组这样子 那我就开始拿第一名 家里会有一些 比如说电竹沟啦 红丸鸡啦 奖品吗 奖品啊 那时候都是奖品 请问一下 那你是不是跟那时候秀卿一样 就是他讲说 他们家 几乎家里面所有的东西 眼睛看到的大概都是比赛赚来 你们家是不是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而且都有UV的 比如说电锅坏了 还有第二格这样子 奖品太多了 奖品太多 推到邻居家去了 送人 对对对 可是那些在地区上的比赛 那你是怎么跨到五等奖去 好 就到了分组的时候呢 有一场比赛是 听说如果你不是 譬如说好像屏东场吧 如果你不是屏东人 你是不会拿第一名的 你总是要给自己家乡的人第一名 那当然啊 那一年去的时候 我就拿了第一名 我是外地人 那于是我记得是 有一个五等奖里面的一个制作 team 他就发现了我 发现了吴淑敏小朋友 他就跟庙方要了我们家电话 然后就希望我们去参加五等奖 于是就去了 就开始一路的比赛 每个礼拜家里都要开车 然后要租箱行车 让我在后面睡觉 因为我就是下课之后 然后开车到台北 然后礼拜六早上彩排 然后录完影礼拜天开回来 然后礼拜一要上课 这样子 OK 就一路这样大概比了一年多 因为他是每个礼拜 然后这样一路比嘛 五度五关 你算一算那个时间 可是刚才慧文有讲到说 你还有印象 那个时候 孙明的那个比赛的过程 那个时候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印象 我跟他讲超红的 大概那个万人空相吧 播出的时段 差不多 你那个时候 红到什么程度 照自己讲会不会很怪 但是你那时候真的很红 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很红 因为我还很小啊 才国小 我只知道说 为什么我念国小的时候 我们没有营养午餐 我们要自己到外面吃 都会有那种当兵的大哥哥 每天都在门口等我 我每天都看到他 那我也觉得很害怕 然后他也是跟着我们 去哪间地方 去哪间餐厅吃饭 他就去付钱 不是付我的喔 要付同学的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 你不要再让他付钱 这样我不敢来吃 我妈妈说这样不行 因为我刚刚刚才要讲 你每天都很害怕 可是每天他都付了 然后你也都吃了 对 也都吃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付钱了 那之后呢 因为可能这样比赛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查到 我家住哪里 我家电话号码 父亲心态崩盘 对女儿心声怨恨 后期爸爸他有去开继承的 那可能朋友之间跟他讲说 你是新伯 是喔 你女儿童的贪的钱 你都没拿到 对 他开始有一些观念是开始走偏 印象有一次非常深刻 爸爸那时候 在我去上课的时候讲说 你赚的钱 太长了 因为可能这样比赛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查到 我家住哪里 我家电话号码 就会很害怕 妈妈都要接送 如果不接送的话 我都还要打电话说 妈妈那个你回家了吗 因为家里公寓楼下有陌生人 结果家里的那铁门 都还会放玫瑰花 就是很恐怖 这还蛮恐怖的 不过刚才淑敏讲这个过程 大家也知道 为什么现在 包括我们讲各自法的 所有这些东西有多重要 要不然的话 我去做个比赛 好像全世界都知道 你家在哪 你的电话是什么 然后你平常出没的 所有这些 这个过程都会有一定的脉络 可是刚淑敏 面临到这些状况 威廷 说实话 很恐怖 没错 其实很多人有被跟踪 或者是说被骚扰这样的情形 可是目前我们的法律 其实规范的不是很完整 目前只有社会秩序维护法 有一个89条第二项的规定 就处3000块以下的法环 所以非常的轻微 那现在其实立法一直有在推动 反跟踪法 或是一些骚扰防治法 可是目前还没有过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提醒 就是各位自己小心 那如果你真的遇到了 还是可以找警察 因为至少警察 还是有社会秩序维护法 可以把这个人 抓去做做笔录 发发钱 那他下次可能就知道说 你不喜欢他 或你讨厌这样的方式 说实话 可是你只有自己被跟踪过 才知道那个心理压力 就明明很美的玫瑰花 你看起来都只看到刺 你不会看到那个花有多美 那个感受大概就是这样 可是那时候毕竟年纪小 你说从小学五年纪开始 参加比赛 到去舞登奖 家里面的态度那时候怎么样 是蛮辛苦的 现在想才知道辛苦 因为你看一个礼拜要 北上 然后我至少要学四到五首新歌 到了我比到八九关的时候 妈妈曾经有问我说 你们不要比了好不好 然后我就说 妈妈我没输啊 为什么不要比 是啊 妈妈就有预言又止 她说 可是很累 这样每个礼拜这样 你又要上课 我们开车的人也很累 可是我没有输 那也就 就是表示说我还是要唱 然后就继续比到后面这样子 好继续比 比到后面 妈妈我也没输 但是你输在最重要的一关 对 我好难讲 五灯讲大家都知道嘛 五渡五关讲五万 什么什么的这些 但是五渡四关以后 最后一关败北 这是什么剧本啊 你最后那关是因为走音输掉 是 就是 对 就是一个意外 当下就哭了 但是是属于很冷静的哭 然后隔一天 我不敢去学校上课 你怕同学大家讲到这些 或是那个安慰的眼神 对 很怕那个要讲什么 对 然后其实那 其实我印象里面是 我也不知道我妈 我还好 我觉得我妈真的蛮理智的 我妈妈也都没有跟我讲什么 就让我休息隔一天 没有去上课 再来就是 很正常的说 赶快起床去上课 都没有再提这件事 这件事情就跟没发生过一样吗 对 到了学校也是吗 同学没有看到 就是他 大走音输掉 或是 好可怜 好可惜 对 就是觉得很可惜 但是并没有给我太大的 言语上的压力 然后反而是 大人们 可能校长 师长们 他们都是 觉得是 以你为荣 就是这样 对 可是说实话 我们讲当妈妈的立场 小孩去参加比赛 当然 好厉害 以你为荣 但是说实话 对小孩的压力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心疼 我小时候有被逼去参加钢琴比赛 真的 但是就是也是一直比 但是我并不明白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那时候就是 家长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荣誉 会在旁边一直push你 所以像刚刚淑敏的状况是 我觉得他是因为有这个天分 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资质 所以他去参加大型比赛 他也不觉得有压力 那所以像我们现在对小孩 我会跟先生讨论 那当然我们会比较尊重小孩意愿 就是他有兴趣 或他有意愿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也比较能够投入 他如果不愿意 你真的觉得是累死自己 然后也两个就是亲子关系也不好 所以我们比较不认同就是说 他没有意愿 然后你又强迫他去做 其实我后来有发现 真的是要有一个心态很正常 很健全的妈妈 我觉得我才能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为什么 因为我舞灯奖完之后 就有一批全部都是小朋友出来唱歌 然后就有很多平台歌唱比赛 我就有听说 其实造成一个不太好的风气 就是说有很多爸爸妈妈 他真的很想成为新霸型 然后就让小朋友去学唱歌 然后就开始搜寻说 吴淑敏的老师是谁 然后去学唱歌干嘛干嘛 然后如果他们在比赛场合成绩不好的话 爸爸妈妈还有曾经现场就是 深聚配啊 真的 真的哦 对 然后我觉得我妈妈很棒的地方是 因为她后来有跟我讲 为什么八九关叫我不要唱 因为有唱片公司要签约了 要找我签约了 然后签约当然里面的条件就是希望说 比完赛之后就要帮你出唱片 那出唱片你要干嘛 你要配合宣传配合干嘛 所以希望你休学一到两年 那我妈妈就说 不行小朋友 没有这种求学阶段 而且是基本的教育阶段 怎么可能在国小的时候就休学 或是上高 国中的时候就休学 那你跟同侪之间慢了一两年 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 所以我妈妈就拒绝了签合约 这件事情 到后面我 其实我到很后面才签唱片约 其他半唱代时期全部都是 合作关系 是没有合约的 也没有一定的酬劳 是你包红包给我一丝一丝而已 等一下 你参加五度五关 因为那个口诀不都是 五度五关讲五万 你来讲我来唱 然后大家同心的什么这样 对 那你五度四关奖金应该也不少 没有 那个是大人 大人的奖金 一定的 那我是儿童组 我的奖金是 它不是五个灯吗 那每次我一过关 它就退出一个台子 然后我就自己按 然后每次我都很 我都运气很差 我都是按那个一千 跟两千 它最高金额是一万 所以我的奖金累积就是很少 不过刚才讲到这一段 所以 我真的就是怕 小孩在成长过程同心 或者什么什么这些 因为从小 你的生活是跟人家不一样 我平常在我们节目里面 像严正国 他来节目里面 因为他从小 那个好小子发起得太早 他自己来节目讲说 他到了国中 他连 他大概就会写名字吧 他连字不会写几个 当然他现在 后来当然你说 后来他自己当然 因为犯了错 也接受惩罚 但他在狱中那个毛笔字 现在练到 大家会跟他求字 可是他过程是这个样子的 还好淑敏那时候 没有这些状况 因为他不是被迫的 他一直是因为 他是个天才少女 他自带才华 而且很高兴的是 他妈妈也愿意支持 他那个才华的发声 就是被大家看见 所以他很小的时候 他去庙会 去各地表演 他是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 而且到后来 他准备去比赛 其实一个人 他如果带有才华 他会有这种冲动 想要把这种 才华表现出来 他是有动机的 那你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 你也是要经过努力 然后你又得到了酬赏 不管是电视机也好 或者是五度五关的那个过关 那个就是一种成就感 其实人都在追求这个 所以你在那个过程中 第一个你自带才华 你被看见 然后你被支持着 其实这个是好的 这是好的 这让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到他长大以后 他会比其他人更容易成功 因为他的自我效能感 还有他的荣誉感 都已经被栽培 但是另外一种 后来发生的不好的情况 大部分都是因为 你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人 其实你再怎么顺 后来或多或好 都会遇到一些阻碍 压力 或比赛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有 不公平的情况出生 你就会被打击 那有些人他因为 他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他就造成非常大的不安 很多运动选手 因此他在比赛的时候 还会整个身体僵掉 这个时候 你很不习惯这种失败的感觉 所以反而他就会比那种正常 一般长大 然后在那边求成功的人 他的那个挫折容忍度更低 也许很多人就因此退缩了 然后变成另外一个 我们很不希望他长成的样子 对啊 其实我也觉得 爸妈千万不要逼小孩 去做任何的一些东西 那时间到了或什么 也许他自然就这样 可是刚才讲到现在都觉得 淑米一切很好啊 而且也是兴趣也有天分 然后唱歌又可以得电视 得电锅 然后呢 虽然按那个奖金的运气不好 可是好歹OK 后来包括说半唱带 这些也有红包 所以感觉上家里面一切OK 家里面本来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都还不错 你父亲是做 我们家原本是做 赖打丢棚 就是 丈夫坚勤被揭发 敬奋而对妻儿施暴 他是因为父亲外遇嘛 最严重那一次就是 他爸爸跟店里面的这个阿姨 就是在一起 然后被妈妈发现 爸爸突然是抓紧 天徽刚就打妈妈的头脚 然后呢 他要去救妈妈 爸爸直接把他 家里面本来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都还不错 你父亲是做 我们家原本是做 赖打丢棚 就是 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千辉 那时候我记得一个是五块钱 那时候 那个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一般会抽烟的人 就是买那个 丢棚这样 对啊 然后我爸爸就是修 那个的打火机的师傅 但是自从了 有那个五块钱的千辉出来的时候 就再也大家没有 这件事情 我听得出来 你对于千辉很有意见 你到现在一直都不断地讲 他害我们家到中落 影响这么大 那为什么你们家里面 会后来一系列的感觉上 包括你负债会变成负债很多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吗 妈妈 就是被倒债 倒汇钱 那时候家里面大概 总共负债 你知道大概多少 好像五六百万吧 那个年代五六百万 是很多的 你还在读书 那你是那时候同时要跑 包括歌丁唱歌 帮家里还钱吗 对 工地秀啊 然后 那时候大概多大 从 我等下 国中 那时候会不会心里有一点觉得 因为同学一定都在上课嘛 而且豆蔻年华的少女 那个时候 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 为什么我要这样跑 而且那时候开始懂事了 就是说国小的时候 一开始是兴趣唱歌嘛 然后录了很多半唱带嘛 那家里开始没有收入之后 一开始也不是很清楚经济状况 因为也不太会问妈妈说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那到了国中 开始都是做秀 就是能赚钱的机会就赚钱 但是一样是不影响上课 譬如说寒暑假 我就是上来录影 录办唱带干嘛的 那一路上到了国中的时候 开始会质疑 已经开始会想说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赚的钱去哪里 或是怎么样 开始会去问妈妈的时候 妈妈开始觉得 当然我们也知道 爸爸已经没工作了 然后家里又开始出现 就是 就是家暴的问题 但也就知道说 妈妈也是过得很辛苦 那到后面 就是知道说 我不管我问再多 我反正我就是赚钱 就是要赚钱 才能持续家里的一切生机 所以你刚刚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点是 家里面那时候开始 出现家暴问题 对 是有看到过 什么样一些状况在家里面 我们家三天五天 就是叫警察来啊 然后爸爸通常就是 晚上凌晨回来的时候 他会酗酒吗 会 只要他半夜回来 因为我跟我妈房门是对门 我们都不敢关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一听到 有开门声音 我就要很紧张 然后看我妈跟我爸 是不是开始吵架了 这样子 然后我就要赶快去救我妈 然后如果打起来 我就是要赶快打电话 就是叫警察来 那时候我就有问老师说 那要怎么样才能让爸爸妈妈离婚 然后他就说要有验伤证明 如果妈妈被打 你叫妈妈赶快去验伤 那我就回家跟妈妈沟通说 妈妈你赶快去验伤 然后妈妈就不去 然后我就想说 那好吧 那就是我去验伤 我就有验伤证明 那至少我有验伤证明 假设 所以监护权就不会判给他 对而且在妈妈的那种保守的观念里面 他觉得离婚就是不好听 就是OK 而且你是 吴淑你是个艺人 说出去不好 我就说拜托 这多少人在离婚有什么关系 到了高中都还是没有 然后因为那时候 老师有讲一个什么叫做判决离婚 然后那时候大概了解了一下 所以当我知道要有验伤证明的时候 那时候老师给我的资讯是说要有三张 在那个年代 就跟现在在超商几点一样 对几点一样 那我就急了两点 就还没有到第三点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就高中之后 我就上来台北上 就是工作开始有工作 然后妈妈他们也开始有 有去做这个程序 就是有上法院这样 但是爸爸一直没有出席 所以就是有判决离婚 最后是判决离婚 对 包含那时候 我记得舅舅曾经给我一张海报 那时候正在提倡 家暴你要打 那个113 然后他把那个海报贴在我门后面 问题是我也没有勇气 打113 我宁愿打到警察局说 我们家 我爸爸在打我妈妈 你赶快过来 但113就是不敢打 对 那个时期是这样 所以我提几个问题 第一个包括就是对那个三张极点的 那个错误的观念 一直 我相信到现在也许多周少少 还有一些人会这样想 那第二个就是 其实你说实话 打13 对有很多我们办的案子都会讲说 打电话去是不是很丢脸 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会知道 还是会有这样的观念 对啊 没错 那的确包括我小时候 我也都听人家讲说 集三张艳商单参的理会 不过说实在的 其实在法律上面 第一个就是 所谓的伤害或家暴这件事情 不一定只有身体的伤害 包括精神的伤害 也可以 言语 所以我们现在最常讲一句话就是 你骂你太太三字经 或甚至一字经 她就可以判家暴 甚至离婚 是非常容易离婚的 那因为现在的社会 我们不希望有更多的家暴的案件产生 那我们都相信 拆散两对不幸福的 可以再错成另外两对幸福的 所以这第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容易误解 其实家暴不会很困难成立 所以不需要三张艳商单 那再者就是说 如果假设连艳商单都没有 就像你们家庭这样 很多的太太 或甚至很多的小孩子 她被打完以后 可能老公求情 可能家里的种种原因不方便 那是不是就不能够 来肃请家暴了呢 其实不是的 还是可以透过证据 人证 或者是当时候 你自己有留下的照片 透过这些东西 还是可以向法院来诉请 家暴以及离婚的 那也不需要什么三次 一次就足以让她可以离婚了 那除了家暴以外 还可以提告 所谓的伤害罪 那甚至严重一点 太太不想刑房 老公强迫她刑房 也构成强制性交罪的 不会因为他们是夫妻 法律上就免除了这些法律责任 那刚刚你还有提到说 那我是小孩子 如果我被打的话 那是不是将来监护权 不会判给爸爸 当然绝对是不会 那也的确有法官会认为说 如果你连对家里的成员 连小孩都会打的 甚至有的是打狗 我有客户是 他是专门打自己家里的车 他不是打人 他发泄情绪的方法就是 拿椅子砸破自己的挡风玻璃 法院也会认为 你这个状况是有家暴问题 虽然没有直接伤害到太太 可是对家人的精神恐惧是非常大的 一样判决离婚 一样受理家暴 对 有些人发泄情绪的方式 就是垂墙 垂一些家里的设备 或是 或砸东西 所以像这些 可能有很多人觉得说 我又没有对你怎么样 那不是说你一定要对他怎么样 可是在过程当中 有人有一点就是 常常看 不只好像只有在连续 以前都以为是连续剧里面 如果当家到中落 因为那个什么千惠出现 然后搞到家里面这样的时候 通常连续剧这样演 这时候的男主人如果没有工作了 就会开始在外面喝酒 喝了酒回来以后 刚才淑敏讲的 你看多少剧里面都是这样演 然后包括可能有时候就会打老婆了 然后生活有时候是小孩了 生活砸家具了 或什么 那一定都会是这样的模式吗 对 很多失忆或者是失业的人 他自己的情绪也生病了 所以可能也会造成比如说 躁郁症这样子的情况 那他在发泄情绪的时候 就造成对别人的那种恐惧 但是更常见的是一种 所谓的亲情的勒索 亲情的勒索的意思就是 我今天对你有一种情绪的勒索 这种情绪勒索是我做一些事情 让你产生很大的心理的压力 那特别是我们亲情 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嘛 这时候我们会因为身边的人做了这些事情 我们心生恐惧 但是我们又好不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很大的可能性我们会妥协 那我们一旦妥协的时候 对方就知道他以后怎么样对你 是可以产生一个他想要的结果的 所以这种事情就会周而复始地发生 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会就是重演会不止发生一次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今天受害者的这一方 例如说像淑敏或者是淑敏的妈妈 如果你长期以来都一直重复这个循环的时候 你自己也会生病 因为你会把自己掌握自己人生的主导权 都让给了别人 然后你自己也会生病 对所以通常就是 为什么家暴最后是没有办法停止 他会一再循环就是这个原因 不过刚才淑敏讲到说 他宁可就是他自己被打 然后生活也要去凸显 有一个状况是说 那最起码监护权不会被拿走了 或什么这些 其实也有一些社会新闻 也是小孩去要保护妈妈 我记得前一阵子我们在节目还有聊过 有的小孩为了保护妈妈 生活直接对啊 那个是很遗憾 最遗憾的案例 生活有的直接把爸给杀掉 这些社会新闻常有这样子 其实蛮多 他也被击到最后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看到这种社会新闻 我都心里面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那时候我只是没有勇气这么做 对 那时候情况确实是心理压力大到这种 就是没有办法睡觉 那爸爸又是一个 没有一个正常的心态 当小孩是明星的时候 然后他又生意失败 后期爸爸没有工作 但是后来他有去开计程车 那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朋友 那可能朋友之间如果再跟他讲说 你是新爸 是啊 你女儿子贪的钱你都没拿到 他是不是开始有一些观念 是错误的 他开始有一些观念是开始走偏 然后今天可能又没赚什么钱 然后他可能又怎么样 那可能就又喝酒 那就是这样子的恶性循环 然后回来的情绪发泄 就是每天就是重复这些动作 我记得印象有一次非常深刻是 爸爸那时候开计程车 他必须每天载我去学校上课 找父亲提告气氧 背后原因令人鼻酸 知道说爸爸好像生病 我们也很害怕 跟他有任何的接触 因为怕他来要钱 我就是收到存证信号 我其他孙子姐妹妹又没有收到 他告我啊 他说 我没有补养他 然后我亲相关说 你为什么告他 你因为儿子啊 他说因为就是 我 记得印象有一次非常深刻是 爸爸那时候开计程车 他必须每天载我去学校上课 已经国中了 那因为我是乐区 所以有一段路 那我每天都 都前面都有秀什么 都睡过头啊 然后爸爸每天就 他有一次 就是每天都要等我 载我上课我都迟到嘛 那他就 有一次很生气 早上跟我讲说 就要载我去上课的时候 讲说 就还蛮难听的话 意思是说 你赚的钱 我又就是 我又没有 就是 我又没 就是 我没享受到 对啦 我连汤都没喝到 你的意思 那我还要每天 这么辛苦的在你 好伤人哦 是 所以 在我那个时候 就是开始也是 心态上面 国中了嘛 然后我就回家跟妈妈讲 说今天爸爸讲了这句话 然后 我就跟我妈说 我从此以后 再也不让他载我上课 我妈妈从那一次之后 她每天再怎么累 她都要载我去学校 可是因为我还有妹妹啊 对啊 对啊 我还有 就是妈妈也要照顾 所以我妈从那一次之后 因为我跟我妈说 我宁愿不上课 我都不让他载 从那以后就都没 让你爸爸再过 对 因为我脾气也蛮绝的 我就载也 不让他载 我不晓慧人 所以刚刚讲的这种事情 说实话 实有所闻啊 其实我们面对这样的 社会事件也好 或是案例也好 其实最心疼的就是 小孩子的部分 因为其实像包括我们近期啊 这几年在一些NGO团体 都有在推动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 把这些悲剧阻止 不要一代传一代 那他们给了一个名字叫 目睹儿 也就是家暴是在他眼前发生的 那我分享一个案例 他有一点像熟悉的状况 就是他小时候 但他是因为父亲外遇嘛 那可能就是主要的原因 是跟妈妈的感情不目这样子 那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有看到爸爸动手情况 那最严重那一次就是 他爸爸跟店里面的这个阿姨 就是在一起 然后被妈妈发现了 就是事情曝光那一天 爸爸回家之后 居然是抓紧烟灰缸 就打妈妈的头这样子 然后他要去救妈妈 就是想要阻止的时候 还被爸爸打一巴掌 那甚至最后 在事发的隔天 又起冲突的时候 他爸爸直接把他绑在桌脚 又踹又打又踢这样子 他当下就觉得说 我不要 就是意思是说我不认这个爸爸 他说我再也不会为了家暴流一滴眼泪 然后他也宣誓就是说 我今后要自立自强这样子 所以包括后来他的一些个性上的改变 或者是他在学校 但对外他也不讲这些事情 可是从个性的改变 然后还有他会去闷着头念 念很多书把自己功课弄得很好 他是心里面是觉得说 我想要让自己就是有能力可以保护妈妈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发生在我们大家认识的刘俊耀刘大哥的身上 他在很多年前 就是他之前移草还过世 那在那之前 他其实就是在媒体上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他过去小时候有这一段 他那时候分享是说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完全没有亲情这一块的感觉 包括他爸爸后来过世 他也没有流一丁眼泪 也没有想要去了解这件事情 包括他自己曾经就是跟前妻就是有一个女儿 他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互动 甚至失联了十几十五年十六年 他都不知道他女儿现况怎么样 那他自己也说 他说我真的很抱歉 如果他不认我这个爸爸 那我也只能接受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当一个爸爸 他没有这种亲情的感觉 其实这是最可惜的部分 就是变成好像对亲人之间的感情是冷漠的 其实很多目睹的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刚才其实孙明在讲这个过程显然跟爸爸之间的感情 已经是面临到像刚才类似那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如果讲到家里面的债 一路这样还你从几乎是国中开始 就等于是在帮你家里面再还这些债 大概还到什么时候 还轻了吗 应该是还轻了 一直还到最近吗 还是还到大概十几年了 对 十几年了 还到自己会偷偷自己存钱 自己买房子 因为总是也要帮自己 我总是要替自己打算 一定会这样子 那你过程当中 你们家里面有几个兄弟姐妹 三个 我是老二 你是老二 上面有哥哥 下面妹妹 你有没有跟妈妈讲过说 家里面有三个 为什么是我 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对 我常常问我妈 我常常 刚开始的时候跟妈妈常常起冲突 因为我也会抱怨说 因为我又不是长子 那但是刚刚 就是所谓目睹了 我就是那个目睹了 我们家三个 譬如说好 家里发生 在吵架 在家暴的时候 妹妹还小 那哥哥 人家住校 所以就只有我看到 然后当我哥哥回来的时候 我跟他说 你知道爸爸怎样怎样怎样 他不相信爸爸有这么恶劣的一面 因为他没看过 那所以我也是会有很多的不平衡 那到后面 我觉得我的不平衡也是没有用的 妈妈会怎么跟你回 你跟妈妈抱怨的时候 就是我比较有能力赚钱 家里必须就是希望你可以帮忙 不然这只怎么过得下去 对啊 所以你听到之后 然后就抱怨完 平衡懵懵的 对啊 就再继续 对对对 然后等哪一天又爆炸的时候 再吵一次这样 就是一直在循环这些事情 但到大了一点呢 开始就是 自己心态就是会去平衡 因为也会听很多长辈劝我说 你就是能者多劳嘛 最恐怖的几个字 对 就能者多劳 就是你要当作说 这个就是你 比较有能力去偿还 帮妈妈多做一些什么事情 可是淑敏即便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过程当中 再苦再累 如果大家感谢 那基本上很多 你就那个付出是值得有代价的 然后你做了这么多以后 你还接到过你爸爸的纯正信函 对 其实这个还在这个过程 养家的这个过程 已经事隔多年 其实我也就很习惯 因为养妈妈养妹妹很 我是姐姐嘛 我觉得做这些事情是很合理 那跟爸爸之间 其实这一段时间就再也没有联络了 只是知道说爸爸好像生病这样子 然后生病之后 我们也很害怕跟他有任何的接触 因为怕他来要钱 其实他也会找到哥哥工作的地方怎么样 也都是会跟哥哥要钱啊什么什么 都有这样的情形 那哥哥后来也是有理解说这个爸爸真的 就像我当初讲的那样 那他寄纯正信函给你干嘛 他告我啊 他说我没有抚养他 他还去跟我的亲戚讲说 他只告我 然后我亲戚会说你为什么告他 你有儿子啊 你还有一个小女的 他说因为 就是我会赚钱 就是只告我 于是真的我就是收到纯正信函 我其他兄弟姐妹又没有收到 除了纯正信函以外 有收到法院的 没有 因为他没有诉讼成功 因为他们后来法院那边有查到说 他生病住院的 他曾经住院的那段时间 有一笔医疗费是我付的 对 那我怎么会没有抚养他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这就不只是纯正信函了 理论上这就已经是到法院了 所以才会有调查 只是调查完以后法院 不会 对 认为你没有抚养他 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其实我已经这个就长期来 在我们节目常讨论的 有很多的爸爸 很多例子是 从小在外面就风花雪月的 那种完全不管家里面的 等到老了以后突然发现 我突然发现 我当初曾经遗留了几个孩子 这时候你们大家应该要回来养我 很多这样一些例子 现在法律也有做一些改变 对啊 没错 其实过往我们的抚养是强制的 只要你是晚辈 爸爸是长辈 那等到爸爸年纪大了 你就一定要抚养 不管他以前对你多糟 可是现在法律因为知道 真的有很多不负责任的父母 所以他有修正 他是可以去权衡说 过往这个父母亲 是怎么对你的 所以你在你对他的抚养医务 可能可以有一些减免 可是我说实在 像淑敏这样的个案 爸爸并不是从出生就没有抚养 你是到了可能国中 然后后面才有很多负面的 法院还是会认为 你有抚养爸爸的义务 只是抚养的程度相对会比较轻微 但是就如你说的 你也没有说我不愿意抚养 我有抚养 只是可能抚养的方式 或者是金额多少不一样 那其实你帮爸爸还了 绝大部分的债务 所以你可我请问一下 在演艺圈 只要是有能力可以赚钱的 或是家里面有债务的 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个场景 就是找债务人 譬如你爸爸或什么 找你们家人要不到钱 没关系 跑得要和尚跑不了庙 我知道吴淑敏什么时候会在哪 对 你跑不到 你一定要到电视台录影吧 你一定要到哪些地方吧 我就到那边赌你 我看你要不要还钱 你有没有碰过 有啊 就是他住院那一段时间 你一定要到哪些地方吧 我就到那边赌你 我看你要不要还钱 你有没有碰过 有啊 就是他住院那一段时间 那因为我们都不敢跟他联络嘛 他还找不到人 他就透过电台 透过朋友 可能他的朋友 就是知道说 怎么如何打去电台 然后电台的谁谁谁 可能认识我 然后可能那一阵子 我正在宣传 所以他们就开始 就是打去唱片公司啦 打去电台啦 然后叫人家 如何的联络到吴淑敏这个人啊 然后说爸爸现在住院了啊 住院都没有人雇他啊 然后吴淑敏你不笑啊 怎样怎样 就是开始会有这些话 这样 所以就是有去负担了 医药费 对对对 OK 好 那其实刚才在一开始 为什么聊说 像这些经历 对于淑敏来讲的话 会不会在人生的记忆上 会有一些影响 刚刚文人一开始也讲 这一定会有嘛 包括你说目睹 目睹儿的那一切 包括看到父母亲这样 所以刚才淑敏一开始就说 如果结婚 到最后一定会离婚 那干嘛要结婚 但是你结了 然后所以前阵 我们一开始讲 双喜离门 然后结了婚 然后喜获领儿 最大的转变 在什么地方 最大的转变是因为 从一直以来 我都很喜欢小孩子 那其实我觉得 没有结婚也一样 可以拥有自己的小孩子 只是我先生在那一个 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 他有说为什么 就是我一直都是很负面的 一些观念 跟一些很不安全感 他就应该要很有 因为他可能比较阳光 他就 你要有希望 我们要先去做 先去做 先去努力 你不能一开始 就是悲观的觉得说 就是会这样 你怎么认识这位阳光男 就是去找他学国标舞 认识的 他是你的老师吗 对 有没有他讲的哪一句话 或做的哪一个动作 让你觉得 我把以前的不婚主义抛掉 我觉得这个男人 是我可以托付终身 是他让我觉得说 对我应该要有勇气的去面对说 既然我们交往是 以结婚为前提的话 我们不是只是谈谈恋爱的话 我觉得他给我一些 很正面的一些观念 然后他觉得既然是 我也到了试婚年龄 然后我们也一样共同 想要拥有小孩 他也喜欢小孩 但我才觉得 有走下去的意义 那我们是在计划当中 只是我也觉得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突然觉得可以这么做 然后 但后来我发现 我告诉我自己就是说 虽然我小时候有这样子 也既定的印象 跟既定的观念 就是说 我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也就是说 既然结婚就要有 离婚的这个勇气跟准备 那我觉得我是有的 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是在有离婚的勇气 跟准备之下 所以我决定要跟你结婚 这段可以剪掉吗 对啊 我如果是你先撑掉这段 还敢敢伤心灵人 对啊 这是什么打算 我觉得这个是 让他有勇气结婚的原因 如果你告诉他 这个婚姻不能结束 他可能就不敢结 对反正就结了 那其实说实话 就算本来没有 离婚的勇气跟打算的人 到后面也有可能 面临到这 但是也有可能 你进来以后 你会有你以前 不知道的幸福 它也有可能 听起来 其实这一路走过来 到现在为止 淑敏妈妈应该算是 你在这一辈子来讲 对你的人生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没有什么话 想跟妈妈说 来淑敏 直接跟妈妈说 直接跟妈妈说 就是现在可以来上节目工作 也是因为他在家帮我带小孩 他真的很辛苦 淑敏 你平常叫妈妈叫什么 就妈 妈 你不要管我们这位大哥 妈在后面 妈在这儿 妈妈很谢谢你 有一个很正确的心态 来教育我 虽然你都说你没念什么书 可是我觉得 你是一个全世界最棒的妈妈 因为你的改变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互相改变 但我觉得妈妈的改变也挺大的 因为有你 所以我们才能更坚强走下去 就是谢谢你 非常辛苦 我永远爱你 你是全世界最棒的妈妈 舒敏刚才对妈妈说出了内心的话 那对你的另外阳光的那一半 让你能够走到现在幸福这些 你对你老公有什么话要说 谢谢老公给我一些 很正能量的一些观念 然后让我可以跨出那一步 因为对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希望我们可以共同 一起努力的往前走 我非常感谢他 让我有一个很愉快的这一个阶段 让我可以跨出这一步 我也坦白讲 我比较感谢我自己吧 嗯 嗯 这个很对 嗯 是应该好好感谢自己吧 是啊 是啊 不过你对于你先 他知道你今天来录影 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我来录什么影 哦真的吗 你要跟他讲正正有词啊 对吗 OK 不过其实 为什么会问淑敏这个 就是因为 我相信能够把淑敏拉到阳光的这一块 中间需要很多的正能量 那好 那不瞒您说 我们也问了您先生 就是对于淑敏 包括所有 还有他有没有什么想跟你说的话 哇 很惊讶了 淑敏 听听看你现在要跟你说什么 来 感觉很帅耶 嗨宝贝 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 而且还给我生了一个 这么帅气 这么可爱的宝宝 我知道过去你的辛苦 也希望将来可以让我来照顾你 保护你 以及陪伴着你 I love you 怎么会有这一段啊 就是有吓到 他刚刚很正经的在回我这话我也蛮吓到的 他求婚都没那么认真 其实我觉得对一个女孩子来讲 他愿意跨出这一步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感给他 先生会给他很大的安全感 他才会愿意相信 我尝试一下下再往前走一小段 我相信是他给你这个部分 对 我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女强人啦 在他过去的那种比较悲伤的过程还有压力之下 其实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 然后也因此我觉得你的这种女强人的魅力 一定深深的吸引你的先生 让他愿意这样子的爱你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你要谢谢你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我非常认同的 当然我觉得你妈妈从头到尾都一直扮演着一个支持者 还有欣赏你 还有照顾你的角色 对你的人生也是有十足的帮助 所以你的人生到这个阶段 应该可以去迎接新的幸福了 谢谢 不过苏敏刚刚一开始要谢谢自己的时候是对的 其实有很多人都说 要爱所有人以前 要学着先爱自己 我相信当初五度四关的那个缺憾 应该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会是五度五关 OK 那过程当中 当然也希望透过今天苏敏的故事 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 对 家家有本来念经 但是每一家的经念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譬如说 当家庭出现那样一些变化的时候 当你要面对到的事 你完全跟你以前认识完全不一样的亲人的时候 这时候自己也要有一个把握就是 你要把自己的人生过好 OK 希望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幸福快乐的人生 祝福苏敏 也祝福所有的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 正正的词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